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很愛的人 讓細心點著驚訝 浪漫的夜晚 擁抱著時刻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愛開始糾纏 你總把最好的風留給我 對 溫蘭來了 加油 我要把最好的都留給你 用全部的愛為你守候 一起走過每一個寒冬 陪你實現未完成的夢 太感人了 女人 讓我陪著你走到 不要哭了 最後 你和我 真的是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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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總算來了一個比較正確的人 對啊 經典歌曲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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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來了一個比較正確的人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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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正直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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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Carrie 天啊 好正確的人 現成要飛越山林的感覺 很感人的畫面 但是很感人 對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坐下 坐著聊 唉唷 本來不是要結尾了嗎 對啊 結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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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 請問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神探兩個吧 女主角 原老師耶 女主角 對耶 老師 他那時候才18 還是19歲而已 我倒要講一句真心話 神探兩個伴那個電影 就是為你拍的 對啦 憲哥有跟我們說 要捧溫藍的 你想想看 剛剛出道誰也不認識誰 對 那個狀態底下 誰會花錢說拍一部電影 你當女主角 對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新人啊 就有沒有想到 口紅方文山 玉本杯 沒有 還有 那個陳小春在劇中名字叫周傑 因為那時候要 準備也要推周傑倫 有一個預表耶 對 他裡面叫周傑 對 所以你看 那個時候演的這個電影 其實還OK 有好多回憶 那時候 而且全班同學就是演我的學生 絕不都老人 都是年輕比我都是老人 都是老人 康康一個人演了好多角色 他又演 幾位 然後又演女學生 又演男同學 神千 神到這樣 對啊 他什麼都演 對啊 很好笑 對 怎麼樣 這幾年其實你成績很好 謝謝 對啊 而且真的還好 在內地的現在紅得不得了 真的 就是真的要感謝憲哥就是 因為沒有 屋頂這首歌就沒有我 他運氣也算不好 他那時候選唱片的時候 選歌一直都沒有選到很好的歌 然後到最後終於 選完了 第十首完了之後 第十一首歌出來了 就是屋頂 那後來看看 已經十首滿了嘛 不如放在我的唱片裡面 結果我唱片 我又先錄好 然後就說要不然我帶他一把 所以屋頂那首歌就在我的唱片裡面 還記得嗎 是收錄在憲哥 然後就爆紅 然後他的 爆紅那首歌 爆紅屋頂不是爆紅他專輯 這個要講清楚 那一張專輯也賣了二十幾萬張 你比從前快樂 對... 好好聽喔 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的唱片一發 欸 屋頂太紅了 然後當時人發一張唱片 弄一弄要一千多萬 第二張再做 紅了 更普通 更普通 有啦 第二張就紅了 第三 第四 第五張 啪啪啪啪就慢慢有一點知名 有 但是中期一生 最紅的歌就叫屋頂 有一個代表作已經不錯了啦 他還有這麼一大 他其他歌也很不錯 熱浪啊 熱浪啊 愛回溫啊 夏天之歌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能不能跟鐵豬塘的啦 而且我第一次螢幕獻給 什麼 修比陸華欸 起點 起點 對 起溫車結尾 對 他站著溫然在後面抱著他 對 我突然就發現 只要在憲哥旁邊工作 身邊的人 所有都可以用得到耶 真的 而且憲哥是那種 他那時候憲憲家族 大家團結 那個溫然第一次上節目 就算是憲哥天王的公司的藝人 其實大的那種黃金檔的節目 不好上 是 後來憲哥就說 這個師妹今天難得要來上節目 那時候 我跟阿輝還有康康 跟憲哥主持一個節目 然後說今天對溫然上節目 你們就好不好 大家對 一起幫他 然後他就來打 有一個單元 他就來打歌 然後他的打歌是 我們三個人 只穿一件四腳褲 我們泡下體泡在冰水 泡多久他可以唱多久 這什麼 幫我打歌 泰哥說 泰哥說 憲哥 我們都三十幾歲還沒結婚 你真的要這樣嗎 憲哥說 家有忍耐 那三個人就輪流 在那邊泡 然後我好病了不行起來 然後看看又泡 然後又起來 然後阿輝也泡 然後後來又看看泡 然後我們沒有人要跟他輪替 然後他在那邊說 激動秒數 然後一直對 賺那個秒數他就對 這個比較好笑 那時候好多很好笑的 你好早就流行的 冷鳥法 幫師妹打歌 對 他們如果他們放去的話 我就只能可能唱兩句 對啊 可是他們要讓我唱完整首 很感人耶 對啊 很團結耶 是不是有很多的回憶對不對 真的 對啊 爸爸媽媽好嗎 非常 真的的時候 好開心看女兒有成就了 真的 剛搬上來台北 我們全家 然後剛剛簽進公司 是 然後憲哥那時候非常貼心 長這麼大我們家 全家第一次做憲哥自己開車 然後第一次做賓士 然後被老闆這樣在一起 泡一圈 全家都好感動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好開心 哪有說什麼 不是就是 就是憲哥對待每個人都會 都會 真的啦 憲哥你不覺得這一集怪怪的嗎 對啊 一整集這樣子 後面肯定會有荒安 對 然後這一集的那個 結束後面的黑白的畫面 對 憲哥的一生命 好可怕 三十年有太多往事 太多了 真的講不完 要講好多 太多了 我人生第一口破千的牛排 也是憲哥切給我吃的 以前的惡魔島那個 對啊 對啊 沒有啦 我想說 吃不完也是餵公 因為以前憲哥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先為公司旗下的藝人 真的 他那時候還把那個惡魔島 後來經營他就把它整修 對 就是惡魔島都收掉了 可是他那個地下 東區的地下室 下面三百多坪 怎麼運用 他就說 NONO 你去找一些做服飾的 炒排 然後把它隔一間一間一間這樣子 然後大家來賣衣服 然後我說很好 我就去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角落 然後很大一間 對 我就把我西門町的服飾擺在這邊這樣 然後後來憲哥來尋 然後就看了這樣 因為每一個都租給別人嘛 他說看店租 他說為什麼NONO這一個特別便宜 因為 沒有 那個在惡魔島之前 我也是開了一個人稱當中 第一間的保主席咖啡館 然後我那時候全部的錢投資下去之後 可是我三個月就回本了 是有 這是憲哥的 憲哥完全的支持 因為我知道憲哥的人很喜歡挺自己人 對 所以我就在憲哥面前講一句話 那時候賣那個VIP卡 八千塊一張VIP卡 可以換一萬二兩千塊的酒 我就說憲哥 我做這個VIP卡 那你要不要買一點 我跟你講 瓜哥跟乃哥 你賣憲哥 瓜哥跟乃哥 然後我說 我說瓜哥跟乃哥 還有什麼什麼 順哥他們說 一人都買二三十張耶 憲哥說他們買二三十張 五十張 就先買 瓜哥跟乃哥跟順哥 他們不知道這件事情 哪有說 那算在 哪有說叫人家講 買VIP卡一次買五十張 五十張 貼在身上走進來 而且憲哥 如果憲哥放心 酒我都幫你存著 然後憲哥有一次來的時候 酒都沒有了 都喝光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憲哥都是因為你的朋友來 我拿你的酒招待他們 真的 不知道憲哥是 沒話講 我們所有人 賣出去的 寫出去的第一首歌 都是憲哥不用 對 這個比較有意義 因為我就覺得 以前像根宏 杰倫 方文山 小馬 他們每一個寫歌哪有人要 還不成熟的時候 對啊 方文山那時候寫什麼歌 他說沒有人要啊 寫的歌讓什麼 摔我馬子一巴掌 這不是要 什麼 什麼 方文山那時候寫什麼歌 他說沒有人要啊 寫的歌讓什麼 摔我馬子一巴掌 這不是要 什麼 什麼 摔我馬子一巴掌 我說文山 文山 你怎麼會寫 文山你怎麼會寫一首歌 摔我馬子一巴掌 這個要給誰唱 對啊 怎麼辦 然後憲哥 這個曲風可以怎麼做 他還唱給我聽 他唱歌很恐怖嘛 恐怖 你變成就是說好 不錯 夠了 就是這樣 是後來你真的有唱 沒有啦 太荒謬了吧 現在拿出來應該也是 真的 摔我馬子一巴掌嘛 對啊 太多回憶了 但是每次 憲哥一進辦公室 就是 但是之後他進來了 我們很像那個看 穿著Prada的惡魔這樣 小白兔來了 小白兔來了 他的眼睛都是紅的 對 憲哥 以前憲哥眼睛會很紅 我要看小白兔是那個 才智平 才智平 因為我們都一起打麻將 然後他 眼睛紅紅的這樣 然後每次 我們都很可愛這樣 小白兔謝謝你帶我到這 人間仙境 然後吃他的牌 很開心 我的綽號叫 你看有這麼可愛的綽號 對啊 對啊 我覺得今年金雄獎 可能憲哥會上台 這也是 是為了要幫你做什麼 不要 回顧你的一生 大家這種感覺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家人有那麼多 人跟人之間要 相愛 而不是互相相害 真的 這個很重要嘛 真的 誰說藝能界複雜 我一點都不覺得 多為別人去著想 是不是這樣 但是師傅只負責引進門 修行 還要看個人 對不對 每一個都有成就 你看 這個周杰倫 他在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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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可能有期待 期待這一集會有他 對不對 可是看到那個 那個提詞機已經出來Ending了 憲哥真的沒有 沒有 沒有 真的要合唱一下屋頂嗎 要 要 好 來就來 來 歡樂的包廂 還是你要唱女生的部分 我都可以 那我們換邊 來 因為他習慣在這邊 很想唱男生的部分 真的嗎 我都會 真的嗎 我OK 我剛剛想說唱男 從來沒有跟憲哥合唱 是有唱男生的部分 還有RMB的版本 RMB 白夜睡不著覺 把心情很成功 只好到屋頂找另一個夢境 是夢中被敲襲 我還是不確定 聽唱最好 總會有動人旋律在對面的屋頂 我悄悄關上門 帶著希望上去 原來是我夢裡常出現的那個人 那個人 那個人不就是我夢裡那模糊的人 我們有種樣的夢氣 用天線 擺成愛你的心磚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和ár 在屋頂和不愛的人 讓悉心甜 飢餓 浪漫的夜晚 並遠 noi 帶著想試著 愛就敲馬 擁抱著 meidän 擁抱這時刻 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愛開始糾結 夢有你很美